今天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不少量子理学家都承认了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物质现象 我们看到对我 怎么能说没有呢 而量子理学家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物质现象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 这个发现 在佛法里讲一点都不稀奇 这个话 金刚经常说过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一切发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你看 这佛跟我们说的 这是什么 说的诸法是想啊 真的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但明明在此地为什么没有 这是一个换句 物质现象 被科学家 他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就是把物质分析 就是把物质分析 分析到最后 不能分了 一分钟空了 物质没有了 他们真正把这种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 分到最后 最后基本的物质 就是所有的物质 都是这个物质 聚集起来成就的 这个物质叫微中子 也叫中微子 多大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一百亿个微中子 一百亿个微中子 聚集在一起 它的大小 等于一个电子 就是原子和原子里面的 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的 一百亿分之一 不但肉眼看不见 普通显微镜也看不见 这是科学专用的这些仪器 特别制造的 那个东西才能看见 被他们发现了 物质分到这么小 这基本的物质 那么再分呢 再分没有了 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念头 念头的波动现象 才恍然大悟 原来物质是念头 波动现象里面 产生的 这个话也不吸气 这个话也不吸气 佛说了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证明了 所以这些科学家 对于大臣印点 佩服的 五体投地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发现原来佛在三千年前 早就讲清楚了 他们怀疑 佛是怎么知道的 佛没有科学工具 没有仪器 他怎么知道 而且知道这么清楚 这个事情 大臣叫上禅述 他们看到了 他们不要用仪器 就用这个眼睛看到了 怎么看到 禅定当中看到的 我们晓得禅定里头 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 要相当深的禅定 普通禅定见不到 阿罗汉见不到 菩萨见不到 到什么时候见到 大臣经上佛说了 八地以上 菩萨五十亿个阶级 八地是什么阶级 最高层的 五十二是最高层的 从最高层算起 妙九 十地九地八地 好像五十二层楼 最上面的五层 佛说的话 不是我一个人看见 这五个等级的人 这五个等级的人都看见 从地八地 七地以前 天书还没见到 八地见到了 佛知佛建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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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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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感谢观看